宇航两主的徐女士反映 公寓大厅的消防栓被一个快递收发站挡住了 业主觉得不安全去找物业处理 结果物业表示要向公安部门举报他们 徐女士在宇航两主金地广场A状有一套40多方的公寓 她说4月初物业在公寓大厅隔了一间快递收发室 消防栓被隔在了里面 大厅的话这个是业主的一个集体的公贪面积 公共区域嘛对吧 没有真的业主同意 那你肯定这个不能私自占用这个公共区域的 消防券按照国家消防法规定的话不能圈赞的 然后两米之内是进放违规物品 那么她办公室那个一个电脑桌就放在这个位置 徐女士说快递站是物业引进的 晚上一锁门消防栓就被锁在了里面 他们觉得这样不安全 要求物业拆除这个快递站 他们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 拒绝跟我们业主沟通 让所有的保安主管主管类全部退群 不准他们说话禁止跟我们沟通 徐女士说他们有一个手机客户端 平时可以在上面交水电费 还有一个物业专门发通知的论坛 物业经理在业主论坛上发了一篇 致全体业主的一封信 让他们很气愤 这让我们欺负了一点 他说直接质疑业主番就是扫黑除恶的目标 原话他是这么说的 对于歪区事实断装取义 造谣污蔑 为达到失利为目的 而采用不法手段的个人或者小群体 我们将收集并保留证据 向执法部门配合公安机关 打击扫黑除恶事实举报 那绝对是不对的呀 我们业主是正常的一个维权对吧 找到管理公寓楼的经济物业 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 提供了对方电话 记者打了几个没有人接 记者又拨打了墙上的服务监督电话 结果这个号码已经暂停服务了 我们可以给我回个电话码 大概情况了解一下 如果跟业主了解的话 你会跟人物业也了解一下 我跟你说 我会把这个事情跟他交代好吧 你跟他交代一下好不好 当天下午三点 经济物业的王经理回了电话 他说快递收发室 也是因为业主有需求才建的 除了大厅 他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他们这儿还没有业主委员会 这事之前跟几个业主代表商量过 大概三个几个的业主代表 那个确认那个沟通过 至于那个消防室那个事呢 那现在这个门呢 是这个20要开着的 门口呢 我们的那个咨询员在 这时候有人20要值班的 我们准备的说把这个 就是让专业的消防单位 把这个消防船移到这个 这个目前的消防船的这个 就对面要移出来 王经理说 之前在业主群里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没法沟通 还容易产生矛盾 他们就干脆退群了 至于公开信当中提到的 扫黑除恶 王经理说 主要是有部分业主的言辞 有些过激 你的业主就说 言辞上或怎么样啊 他们也有说是 这个本来说是计划 今天清退这个物业公司 这个办公厂地 清退我们 那我们也会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啊 接到我都去 我都去保备过了 王经理表示 公开信上面 有些话确实不合适 接下来他们会及时公开 快递收发站的整改方案 并主动找业主协商 118黄金眼 记者报道